一日限定打卡新地标!盛杰石版BAM力烧电快闪西门,竟有这样的设计由来。 台湾YouTuber第一人盛杰石2017年成功跨足音乐圈,去年底发行人生大爆炸专辑后,协助大爆炸的超高人气,以让眼的销售几点播成绩强势攻占华语市场排行榜。 发片后,盛杰石继续忙于筹备企划拍摄新系列影片,超过半年时间没和粉丝近距离接触,赶在其中考前安排北中南三场签唱会,邀约粉丝聊聊天,拜晚年, 过完新年的第一个周日于台北西门丁举办人生大爆炸首场签唱会,吸引全台及海外各地粉丝起举西门丁朝圣,热闹沸腾人气大爆炸。 签唱会现场特地打造独一无二的盛杰石一日限定版BAM力烧电,将原本只是盛杰石及网友们的创意延伸而出的爆笑造具BAM成实体化。 粉丝们把握难得机会拍照打卡。 奎为半年再次举办签唱会,一早就有大批粉丝迫不及待在现场守候, 更有从内地,马来西亚,香港特地远道而来朝圣,海内各地粉丝挤爆西门丁,一起大合唱,一定要追到你,让被满满热情包围盛杰石感动笑说,原来三月也可以这么热。 还好我有备而来,多带一套服装,深派自己签名签到爆汉。 签唱会意外飘起小雨,众人开玩笑说盛杰石会说是名副其实的青带于一代言人,连老天爷都帮忙。 结合广大网友的幽默创意而打造一日,限定快闪西门丁的盛杰石办力烧店,商品项目花招十足,办调制,鸡腿办当,清办鱼衣,让粉丝们又惊又喜争将拍照打卡。 盛杰石特地邀请一位新朋友介绍给粉丝,盛杰石,逐夕夜的时候,我朋友已深入了blind贴图,应该很多人已经有收到他拜年,讲半话,感受到他非常好玩有趣,好客,爱交朋友,欢迎大家多多跟他交朋友。 狗年除夕推出的Black S Belly有声line,金春贴图的动画人物真人版走出手机,和粉丝们恭贺新年,盛杰石并许下狗年新愿望,希望在今年能有新突破,顺利在暑假开大型粉丝见面演唱会发愿成为第一个开演唱会的台湾Utube. 横跨音乐圈创下好成绩,盛杰石仍不忘初衷,抢先预告即将在4月初推出动画即实际秀两个全新企划的代状性节目,并透露新企划将改变以往风格,虽然都是自己企划,制作,但会邀请其他艺人朋友或YouTuber担任主角, 结束台飞场人生大爆炸签唱会后,紧接中部,南部阳场与更多粉丝同乐,17分之三台中新时代广场13点,18分之三,高雄草芽到13点,更多详细资讯,请密切注意 盛杰石脸书官方粉丝团